就是你的JavaScript必须被执行的状况下 才会保护 那如果说你今天怎么样呢 把JavaScript的功能怎么样呢 停用的话 来试试看 停用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按确定之后 他问你说要不要变更 你就选择是 是之后呢 再按一个确定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刚刚讲过呢 其实你改了IE 等于就是改了什么呢 改了那个Excel里面的这一个 我这边再开一个新的 你改了IE之后呢 实际上因为 Excel里面的这个Web的这个画面 基本上就是把什么呢 把IE迁到里面来而已 实际上它是外部取得它的物件 放在Excel里面来用 所以呢 同样的东西呢 我们把刚刚的那个路径再贴上一次 再倒一次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只会把资料捞出来 并不会把JavaScript执行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刚刚有保护 对不对 这个时候打勾的 一样的动作 贿赂 一样到这个地方 按确定 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资料呢 就通通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你看到 股市什么什么站的 里面呢 很多东西 奇怪 你怎么每次捞资料就捞不到呢 这是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就在这里 OK 你就把什么JavaScript功能 关闭之后的话 大概 大概我试过了 大概七八成的 很多那个保护的资料 就可以很顺利的 通通把它捞下来了 那如果要lock in的那个 如果有些会员 那个就没办法了 那个就没办法 因为 一般就是说 它会开放出来的 但是你看得到 你吃不到的话 通常都是透过那个 JavaScript在保护 因为JavaScript最好写 只是说 能够叫做防君子 不防小人 那你只要怎样 把JavaScript功能关掉的话 它就不会保护了 不过当然也有人更聪明 它知道说你会把它关掉 那它可能又会有 用另外一种机制去做保护 当然这又是要去想 别的方式去做破解 那另外你说什么 有lock in的话 好看